嗨,大家好,我是Kevin 如果大家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EasyPi的话 肯定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科学上网方面的知识 今天我就来应用一下 我打开我的WiFi列表 除了我自己的WiFi 还有隔壁邻居的 另外还有一些引起我注意 就是一些免费的WiFi 它没有密码保护 我现在已经连接到了一个 叫做CMCCFree 连接成功之后 我可以获取到一个IP地址 然后我来打开一个浏览器 我在里面输入了一个YouTube.com 但是我打开了一个这样的页面 首先是一个警告提示信息 上面写着暂时不支持非移动设备上网 我点击OK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图片 图片上面写着免费速度快 安全 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安全 然后还信了 下面是必须同意它的上网 守折声明 我必须点击同意 然后再点击下面这个 关注公众号后可上网 什么叫做公众号 而且我还要同意 上了 我现在打开一个命令行 我在命令行里面输入 start我的程序 叫做KCP tunnel 然后再打开另外一个程序 叫做sero showcase 我打开两个程序之后 会在我电脑上面 开启一个代理 我再设置一下我的浏览器 我点击 设置里面的高级 然后设置一个代理 然后使用本级的1080端口 好 确定 代理设置好之后 我再打开另外一个tab 在里面输入facebook.com 打开的速度还挺快的 我甚至可以打开cctv.com 不相信的话 大家试一下 这就是cctv.com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充滞以后 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免费网 wifi就可以上网 不需要花一封钱 但前提是 我们需要熟悉这些科学上网的技术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 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easypie